皇上 皇上 见闻旧臣徐兵 求见皇上 皇上 徐兵 御前问话 徐兵 徐先生 若是这件事情能安排妥当 徐曾可以在我朝中 做官也行 谢皇上台 我无做官之职 这就齐了 你能做建文帝的官 不能做我的官吗 你若不在 我怎么知道建文的去向 你若不在我身上 吴皇万岁 具体想做什么官 这件事情之后细细商量 先说一下 你们俩拟定的方案 我与太孙走了一路 选定在无锡的灵山寺 寺中有塔 塔在山巅 彼此进退方便 很好 建文帝不愿意见皇上 他先到在九层 皇上在一层 如果皇上强逼见面 恐怕此事不成 为什么 建文帝觉得 无颜面相见 也无所谓再见 如若皇上怀疑他的身份 他自有办法证实 我们做臣子的 也只能如此 他 我侄子他 怎么样 建文帝以出家为僧 若不是为了 诺尔干都司那三万遗孤 他是断然不会出膳的 不见也罢 我也无眼见他 不过此人的真实 我还要鉴别 这个自然 这个自然 一切按照皇上的心意办 接着说 事务日后 日落时分 临山塔相见 最迟可在天亮前离开 他过得好吗 住哪儿啊 我想给他盖一座宫 方便起居 也表示我的歉意 不认识 见闻帝已顿入空门 再入宫殿 岂不是做了俗世的囚徒 愿皇上误作此相 也罢也罢 见我之后 最好从此消失 彼此心安 是